小朋友的专心 专心在小朋友的成长和学习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经常听到过度缓约 专注力不足 其实可以简单地说一个 现象就是不专心 而不专心的小朋友是学不到 而小朋友学不到 好像在他成长里面 在一个非常大的半脚上 即是说 今天跟他解释给大家听 夏天那些蝴蝶会飞舞 冬天就会落雪 接着我们就在雪地里面对雪人 假设你这么说 然后叫他在图片上选回 春夏秋冬出来 他是选不到的 为什么选不到呢 刚刚就说了 原因就是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刚刚游浮了 发了梦 而他的脑子里面 是不断有很多干扰 可能他自己的想法 可能他见到房间里面 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都会令到他不专心 而这个不专心 是很影响到学习病 而令到他成长的速度 或者认知的发展比较慢了 这样也挺大分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